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你们为什么喜乐呢? 通常我们说喜乐,喜乐 到底为什么喜乐呢? 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原因的 小孩子们因为这个礼拜要 大学生也是 Spring break 很喜乐,对不对? 可以睡懒觉 至少不必整天见到这个教授 还有什么喜乐呢? 当然我们还很喜乐 因为有这个 New Multipurpose Building 所以刚才你们为什么迟到? 有些很多人在那边 所以太喜乐 在那边留大,留大 崇拜开始了,还忘记了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很喜乐 但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我们有一些事情 我们遇到非常喜乐 但是盼望 我们得一次来到教会 不管是团奖 不管是旧路学 不管是旧路崇拜 我们用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有新的亮光 我们要感到非常的喜乐 所以是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听到 你听到或者你读到神的话语 哎呀 你充满了这个安慰 鼓励 而且非常的喜乐 我想这种的得着啊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神的话语 永远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如果你得着神的话 哎呀 你真是得着喜乐 哎呀 这种喜乐是 怎么讲吧 是永远的 因为是不改变的 很多世上的东西我们得着 但是都会怎么样 都会这个坏掉 或者是失去 但是神的话 永远不会 盼望我们都存在 有这样的这个心 我们来到主人面前 我们来敬拜 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读 马太福音第六章 哎呀 马太福音第六章 真的读了很久 那我今天就把它读完 我们今天就把它读完 他们也能够讲完 我们来读这个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真理 我们都说是登山宝庆 这个非常的宝贵 所以是主耶稣说的 所以我们要很细心的来听 如果你可以的话 请你站起来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如果你不方便 你就做这个 来 不要为自己激战 才跑在地上 地上有虫血淘 能死的坏 也有贼 刮裤窿来偷 只要激战 才跑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血淘 不能死坏 也没有贼 刮裤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阿弗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者 爱恶者 就是众论的 其他的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阿弗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被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被身体忧虑 看什么 生命不顺利 身体不顺利 一扇吗 你们看天上的飞表 也不重 也不瘦 也不取信在场里 你们天父上前 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表 费重的多 你们那一个 能用私力 受数多下一刻 何必为 一扇忧虑呢 你想写地里的 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 也不防线 那么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能 进入法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呢 别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留在屋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观人所说的 你们所属的这些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献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的暗就够了 所以这是神的话 我们去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 你在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 我们来敬拜师父 主啊 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气息 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主 这位爱我们的主 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主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 愿你的圣灵保会师来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这个真理里面 使我们都有这个丰富的得着 愿你的话生产在我们的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你 主啊 你的宝座圣灵在这里 我们向你仰望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民求你 彼此请坐 好 我们 我们讲过 这个九岛文 那我们 在上一次 我们也讲到 这个施舍的这个事情 讲到近视的这个事情 好 我们讲很多 但我们今天呢 当然我们讲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 那么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 就是向这位天父来祷告 那么这位天父是谁呢 是爱我们的这个神 是救我们的这个上帝 是我们的天父是很亲切的 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今天主耶稣更讲很多了 他要讲很多的这个道理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 如果这一些的这个重点啊 可以分成好祭坛来讲 不要祭 赞 财 宝 在地上 就可以再讲一坛了 眼睛是什么呢 是身上的灯 又是很多信息可以讲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 哎呀 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题目 对不对 不要忧虑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个如果我们分开来讲 又可以讲很久 但是不在我的计划里面 我今天一口气把它全部讲往上 那重点是什么呢 我看来看去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很重要的 虽然讲这么多啊 但是呢 盼望大家能够学习到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要专意的 把我们的眼目定精在 我们的神的这个身上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就是专注 专意 所以跟下面讲的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专注于神 那么你下面的 你就会怎样呢 你就会忧虑 你就会侍奉 神又侍奉他们 你就会寄赚财宝在地上 如果你不把你的眼光 不把你的眼目 放在我们学习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心不在神的身上的话 那么下面的 你就很容易 就像耶稣讲的了 如果你的 你专意的 把你的眼光 这个眼目 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呢 那下面耶稣所教导的 我们就容易得多了 因为下面其实都是有选择的 一开始就是耶稣讲什么 不要 自己寄赚财宝在地上 你们有记忆这样财宝吗 说诚实吗 有 有 但是耶稣在这里 真正讲的意思是什么的 所以我们这里 如果你听很多牧师讲 说真的 这里 并不是叫我们 好了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 也不要去做工 也不要去存钱 也不要激赞这个财宝 并不是 你变成一个懒惰人 不可以 其实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要什么 因勤工作 对不对 还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找钱 但是这里耶稣讲的说 你不要只为了 赚取今生的财富 而复略了 这个天上永恒的财富 所以其实呢 如果你在看耶稣有很多的教导 圣经有很多的教导 其实神叫我们 用我们的这个 来工作来赚取的时候 其实要怎样 要变取 要换取什么 这个永恒的这个口词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耶稣讲这个 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财富而置化 这个是很重要 每个人很厉害 觉得很有本事 但是神说 耶稣说 不要为自己 基障财富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 很小怪 也有贼 挖什么 褲笼 来这个偷 你说今天不会 今天不会 我的钱都不在家里 对耶 我的财宝都不在家里 贼怎么偷 都偷不到 但是今天的贼很厉害 对耶 今天的贼很厉害啊 有一些电脑专家 叫什么 有的时候把你的 骇客 我们都没有遇到 因为我们钱都很少 骇客是害怕些 哦 这个 钱 善意的 有的时候钱就被他们偷懒 有可能 实在有可能的这个事情 当然小坏 我们说 今天财宝 钱啊 以前的钱啊 有些坏掉了 你就怎么样 就不能用了 就怎么样 就大退场 为什么 因为不能用了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你知道印度最近换钱吗 印度 哦 换钱哭了多少人 为什么要换钱呢 因为不交税嘛 所以自己存钱嘛 所以这个政府很厉害 出一招 换钱 哦 那些一堆一堆存在钱的人怎么办 一定要拿来换 政府抓到 其实很聪明 据说以前我们有一个副首相 以前我们马来西亚都很贪污 对不起 又讲马来西亚 曾经听说有一个副首相 也是贪污 哦 他 他换了很多的这个五百块的钱 我们以前有五百块嘛 以前我们有五百块 现在没有五百块 你知道吗 有人跟我讲 但是事实对不对 我不知道 哦 他换很多这个五百块的钱 在海外 在哪里 听说在台湾 哦 我不知道 哦 这个首相知道了 因为首相 首相要弄他 后来就说五百块的钱 全部取消 哇 这个 听说这个副首相也没办法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有的财福 你世上的财福 是逃不住的 会小坏的 会损失的 会不见的 对不对 有的人 有的人 买股票 股票最 最 最 最什么 最危险了 对不对 当然有的人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有的人就是因为股票 也 把他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所存的 也都怎么样 都死掉了 所以耶稣这里说不要 那么要怎样呢 可能要尽这个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有 不能小怪 也没有贼挖这个裤笼来偷 所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登山宝庆 讲到这个天国的子民 所以天国的子民 神告诉我们说 要怎样 要尽赚财宝在天上 那么这个财是什么 永恒的 才是这个永恒的 好 我再次重申 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投资 你可以投资 但是不要依靠 这些财富而自宽 不要将这个财富 变作自己的这个依靠 哦 我很安全 越多越安全 其实神说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完全的 这个寄赚财宝在这个地上 你不依靠神 主导文教导文是什么 我们 今日的什么 今日是 今日是 神其实说 即使有钱 但是你的依靠是谁 你的依靠还是 这一位天上的父亲 好 所以真正的依靠 是这位天上的父亲 神是给你的这个财福 其实神要你做什么 做他要你做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圣经里面 其他的经文都说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管家 财福在你的手里 只是管家 以来而用 照着神的这个意思 来做 所以如果你照着神的意思 来做的话 你就怎么样 你就学习 寄赞这个财宝怎么样 在天上 如果你照着神的意思 来做的话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例子 我可以讲很多的这个例子 那么犹太人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讲到一个改姓 这个犹太教的 一个叫阿大比的摩洛王 那么摩洛王在当时呢 他欢联就是很激欢的这个时候 把他所有的财宝分上给全人 那么他的兄弟就来见他 对他说 你父辈 你父亲这一辈 寄全财宝 再加上祖先的寄全 大里呀 你都把他分完了 他对他们怎么说呢 他说上一代所寄账的这个财富 是地上的财宝 我所存的是天上的财宝 在家他们所存的是 这财宝是人手所管下的 而我所存的 他说我所寄账的这个财宝呢 是地上 是人没有办法管辖的 那么他说上一代的人 当时他说上一代的人 寄全财宝没有利息 现在好像有利息 他说我寄全的有利息 上一代的是金钱之财 我所存的是什么 灵魂之财 所以这是这一位 这一位后来感性犹太教的 他所承受的 所以他就寄账这个财宝 在这个天上 那么有一个家财 千万的基督徒他去世了 他到了天堂门口 这只是预言那个故事 刚好是十二个门徒的其中一个 当职帮 那么还有一位天使在门口的 另一边站着 这个福翁心中觉得很不观察 心想他在世上的时候 不论到哪里 都是机构的首长啊 CEO啊 董事长啊 这些Gentlemen啊 总裁经理级的来欢迎我 为什么现在只派一个不怎么样的 这个门徒啊 来接待我 为什么不派彼得 至少彼得跟保罗还比较出名 他说为什么不派彼得保罗来迎接我 他只好忍着去 那么这位门徒就带他到天堂的街道上行走 果然正如《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里面所描述的 有珍珠门 黄金街 碧玉城和宝石墙 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描述的 蛮有神的荣耀观照 还有无数的很漂亮的神建筑这样子的 他好奇地就问 现在要带我去哪里呢 他回答说 我现在要带你看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 他心想我的房子一定是黄金和水金造的 眼路看见不少很漂亮的 他在世上环游世界的时候 从来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 那么就说 这一件是某某信徒的 这一件是某某传道人的 他正在思想的时候就想 他自己的一定比这些更漂亮 到了一件很特别的物质 他心想这一定是自己的 但是这位门徒说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这一个是你在你家做女工的四姐的 当你做女工的四姐的 他说什么 他怎么有这样的这个物质呢 然后这位门徒就跟他说 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 就记账财宝在天上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这个结果 然后就问说 那么我的物质呢 那么这个门徒就只见他看 这才是你的 他一看什么 是某物 是很简单的 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 也奉献了好几万 他知道吗 怎么只得一间毛 他气的到耶稣那里去上述 所以那个门徒跟他说 你的奉献只是你多余多余多余的 就好像你拿几毛钱来奉献一下 这四姐呢 帮你拿公的 他把所有的奉献了 所以他既占财宝在天上 比你多 佛恩说 要么 请你借个电话给我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太太和儿女们 叫他们多多奉献 好 那这个门徒都不闭了 这里的电话只有内线打不下去的 好 他说你看路加二十一章 你就明白了 这几些第一眼目的是不是很实战 很实战 今天你赚了很多钱 神所交托给你的 如果你只是为自己而用 你没有为这个永恒的事情 来投资的话 你真是像耶稣所讲的 你只计赚这个财宝在天上 你不计赚这个财宝在天上 你不计赚这个财宝在天上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好 把神所示给你的 愿在这个永恒的 怎么样 这叫国度的理念 很多永恒的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投资 大纳律亚说奉献 大纳律亚是其中一个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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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财宝 我们永远的 我们都可以投资在那 永远的这个国度里面 是不是 所以曾经我跟大家说过 来到这个天堂的时候 耶稣不会问你 你开了什么车 对不对 你们喜欢开什么车 但是耶稣不会问 你说 哦 耶稣 我开了这个什么 哎呀 我也讲不出什么好车 总之有很多好车 但是耶稣说 你的车子载了多少有需要的人 你的车子载了多少人上角 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 当你服侍 耶稣问的是这个问题 你不要说我的房子很大很漂亮 对不对 但是耶稣不会问 你的房子 有没有拿来用 有没有拿来用 神所需要的 以后要聚会 找到有需要的人 这些等等 神问的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记赚财宝在这个天上 所以看到我们能够明白 所以如果你 你专注于神的话 那你就懂得 耶稣说的 要记赚财宝在天上 你赚财宝在这个东西 你愁啊 你愁啊 即使你穷很多 到头来 还是谁的 不是你的 对不对 你给你的孩子 多多吧 孩子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有一些聪明的人 他不把所有的给孩子 我不知道冰冰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说过他不会把他的财富给他的儿子 但是他说他也不会让他们super poor 不会给他们super poor 至少可以给他们蛮合适师父的开始他们的生涯 这个是蛮有智慧的 我们要记账这个财宝在这个天城 还有一个例子 一个商人本来要奉献250个金币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给教会 当时教会的负责人就收他写支票 正当他开支票的时候 手下的人收莱利福很紧急的电信 商人看了心情沉重的对这位教会负责人说 我的一手货床在海上沉没了 全部沉没了 货物全部喧失了 这个打击改变了活的环境 我是要重新开支票 那一个教会负责人就很明白 他说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情 你的情怀 然后这位商人又写了一封的这个支票 当然 你们想这个奉献是少了还是多了 只有一个讲多了 其他人没有答 一般上我们都说少了嘛 250个现在一手床 怎么样 沉当然要少了 他说随之三人给这个教会传道人 负责的人看一下 这位负责人有没有写错啊 他说没有 这封电报我认为是天上打来的 他给我一个信息 不要寄账财宝在地上 他说地上有从事咬人小坏 也有贼挖骷髅来偷 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信息 所以我要寄账财宝在这个天上 他本来写250个金币 后来他写了1000个金币 哎呀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啊 所以寄账财宝在天上 神需要钱吗 他说神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说什么 接下来他说什么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信也在哪里 所以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是我 你我的信 今天你只会寄账财宝在地上 你都 你的信都随着地上 他说如果你能够寄账财宝在天上 你的信也会在哪里 在神的哪里 所以神要的是你我的这个信 其实神不需要这个金钱 因为万有都是他的 但是他知道我们的情况 所以难怪有人说 耶稣来的时候 他所讲的信息里面 至少六十%以上 都是讲到有关于财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人呢 是在台湾国 我们都被这个财富所困绑 所以我们的眼睛都很安靡 所以耶稣说不要 要寄账财宝在天上 如果你能够愿意 寄账财宝在天上 你的信也会在神的哪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 我学习奉献其实 每一次我奉献的时候 以前我就说一个月写一次 后来我赶一下 当然 你们一个月写一次没有错 没有错 这只是对我自己的这个交道 所以每一次我写奉献的时候 每一次我奉献的时候 当然我心诚感恩 神的这个公平 能够回应奉献给神 当然也知道认定神是这位 供应我们的主 同时每一次奉献的时候 我都说神帮助我 学习怎样我的心 能够敬畏你 学习敬畏 像亚巴拉罕献他孩子之后 后来神说我现在 神从天上告诉我 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 你是敬畏我的 所以即使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学习什么 我们敬畏他 我们的心 就在他的里面 所以就讲到这个季战采访 可能讲够了 本来还有很多主题 那么接下来就说眼睛的明亮 所以这个眼睛很重要 刚才讲的性 刚才讲的眼睛 其实都是连贯在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时候 今天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 最重要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心 专益于神 如果我们能够专益于神的话 我们的眼睛就会什么样 是明亮的 你怕黑吗 如果整个房子黑暗暗的 你怕吗 你都能怕 其实耶稣讲的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是你的心完全黑暗 如果你我的心全部黑暗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他说那黑暗是何等的这个大 他说 如果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 就是里头没有光是黑 他说那黑暗是何等的 所以重点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每一个人看出去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看见 有的人看困难 一看 他说什么 完蛋了 全部完蛋了 哇 这种的黑暗是何等的这个大 当他自己说完蛋完蛋 真的是完蛋 但是如果你遇到困难 你的眼目专注在神的这个身上 你靠着主要把主加添给你的一样 对不对 你知道这位神是大过一切的这个神 这位神是大过困难的一个神 许多时候我们看困难比神大 遇到困难的时候困难这么大 神在哪里 神在这里小小的 难怪你一看 你说完蛋 你的心里面完全黑暗 耶稣说这种的黑暗是何等的 但是你眼睛如果明亮 你专注在神的身上 是的有困难或很大 但是我的神更大 我的神能够把这个困难拿去 我靠着祂可以帮助我 哎呀 当你心中没有这个黑暗 有明亮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样 哎呀 你就有信心的往前走 所以这个眼睛的这个明亮 求神帮助 能够看得见这位神 专注于神 我们全身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说 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我们要选择决定 这位神是我的神 我担当的来世观上 马门是什么意思呢 金钱的意思 我们不要拜神又怎么样 要拜这个金钱 对不对 钱是哪来做什么的 实验的 当然照着神的意思使用 但是许多时候 我们被钱财所困难的 钱变成我们的主人 反而神不是 对不对 我们来是敬畏他 我们听从他 我们专议他 他告诉我们 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有一个故事 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一个农夫 那个农夫刚从这个仓库的回来 他信高采烈地告诉妻子 我们的母女刚剩下两只小牛 他们以为只有一只 现在有两只 太好了 高兴得不得了 满心的感激 就决定献其中的一只牛 那个农夫就跟他说 我打算来两个一起的来养 等他们长大之后 就卖掉其中一只 其中一只那钱就奉献给教会 那么他接着就问道 那么那一只是主的 他说没有关系 反正两只都是一模一样的 把他们放在一起来养 将来卖掉其中一只 所卖的金钱就奉献给主就是了 两只牛似乎很慷慷 但是有一天农夫回家 你拉的长长的 拉的很长 哦 告诉七十四 七十四走了 他说主耶稣那只牛死了 他心里忍不住的看一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主耶稣的牛死了 你根本还没有决定 哪一只是主耶稣的啊 你怎么知道死的那只是主的呢 农夫回答说我不知道 但我一直相信主的牛是白色的 所以那只白色的是死了 很好笑哦 真的很好笑 但是许多时候 我们都是这种的情况 如果你不把神 排第一位 排在右下的话 永远死的都是主的 你永远死去的都是主的 本来你说主啊我要奉献 但是生活上发生一些事情 这是主的死去的 是主的牛死去的 你明白吗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奉主又是奉马门 就像这个农夫呢 永远死去的牛都是主的 所以永远没有奉献 够明白吧 所以我不必讲了 真的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真的不要侍奉主又侍奉了 哎呀 侍奉两个主啊 真的是烟花啊 你不清楚 所以当然我们只单单地专利于神 你单单专利于神 你就简单了 你知道说奉献给神的 就是奉献给神的 对不对 没有这样说哦 那是主的 没有了 对不起主 不会的 所以之后主耶稣说 我们不要欲欲欲 对不对 定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主会怎么样 祂会看顾我们的需要 所以祂里面就讲了 祂说你看天上的什么 对不对 非鸟也不重也不收 也不激战这个昌理 你们天赋善解人过他 对不对 我们比这个鸟怎么样 更为重 更有聪明智慧 神给我们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吗 神给我们这个能力 有智慧有头脑 又可以使我们去怎么样工作 去读书 神都安排他这个我们说很好的 那非鸟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还养过他 所以祂告诉我们说 不要忧虑啊 一定靠神 神必然会怎么样 祂供应我们所需 祂知道我们的需要 祂也知道我们的需要 那么有一个例子也是 这个蛮有趣的 就讲到 他说一个人 他说我跟传道人大卫 这个菲尔 来到一个神圣教会 大卫那天受邀请讲到 有人向他介绍一个 参师班的成员 他问他这个参师班的成员 你的志业是什么 他回答说我养猪兰 他又问你养了多少头 多少头脂啊 他毫不犹豫的回答说 目前有一百九十二头 这个大卫就说 哎呀他养猪怎么算得这么清楚啊 他说真的吗 你肯定吗 他满心理 我当然肯定啊 我的每一只猪都有名字 你知道吗 他都记住一百九十二头猪的名字 他说假如你喜欢他们 为什么我记不住呢 明白吗 他说我养猪也很喜欢猪 又把他们取了这个名字 所以呢 就像 所以我们说 我们创造这个天父 他知道一切 他知道天上的星星 我们数不清吗 我们头发你数得清楚吗 你有刷过你自己的头发吗 小孩子傻傻的去说 说不到几十下就乌乱了 太多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天父都知道 他既然知道 他当然照顾你 因为他是 我们是他造的 所以这里信息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命 这为什么会怎么样 他会照顾你们 像照顾这个飞鸟 不但是这样子 还给你们装饰 你们身上所需要穿感 神都会怎么样 供应 当然你不要要求穿名牌 有衣有实有穿 就感谢 真的我们今天很丰富 对不对 特别是在美国 不要在美国 在中国也是 穿得很好 但是问题是有的人闲 不够名牌 像美国回去的人 他们看都是像像 因为他们唱的都是好的 名牌的 你们什么名都没有 他说不求这些 神都会供应 给我们需要 但是神还应许 祂不但供应我们需要 还加点我们 以前说过 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对不对 现在神要加点你们 怎么加呢 一个很好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 formula 就是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会背吗 不会背的来背一下 好来读一下 你看我们这位神啊 好不好啊 好 还加给我们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好 但是他说你们要先求怎么样 我的国和我的义 那么这一切都要加油 好 我想这个信息我也讲很多 但是 今天不必讲太久 但是重点就是说 我们真的 我们真的 我们不要忧虑 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 我们注目于他 我们真的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么我所需要的都会加给我们 学生 好 你是要识会 你说我要很努力读书 没有错 你要很努力读书 但是不可能 二十四个小时 你都在那边读书 你还要吃饭 你至少还要走动走动 你还要睡觉 但是千万不要复略 倾尽他的时间 敬拜的时间就给神 这是什么 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应该要做的事情 要去做 就是神的这个义 你要去做 每一天 与他清净读经饱饱的时间 你必须要 你不能够说明天好事来不及读 把这个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 这个怎么样 拿来 来读书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更没有国效 它是神的义势 我们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么这一切你所需要的 他会怎么样 加给你 加给你 会加给你 所以这是神的义势 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个义势 我再强调一下 神的义势是实在的 我们必须要抓住 什么抓住呢 你就照着他的义势 他的话去做 那么你就会尽力 他所给你我的这个义势 所以愿意要抓住 所以愿意要抓住 因为我们今天 真是的 我们的这个光 我们的眼目 天国之内 我们会注目在这位天上的父亲 如果我们能够注目呢 如果我们能够注目呢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要记财宝在这个天上 因为主说你的心在 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那么你就会 这个 你全身就会明亮 因为你看见这位光明的这个主 那么你也就是 你只是单单侍奉我们的主 不会去侍奉他们 那么你也会学会 不要无力 你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势 那么这一切 神我们所需要的 祂都会加给我们 所以这是神宝贵的这个话 神的义势 祂帮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来领受 来得着 并且是施行 我们一起祷告祂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祢